美麗華旅遊 佛山廣州美食兩天純環團 團號是ZFAA02 我們會去廣州的動物園 廣州的永慶坊 廣東的千古城 和石灣的公仔街 我們在羅湖出發 去到 下午的時候去到這家民姓酒家 吃這個 白切香味鴨 香麻焗黃花乳宴 這頓都可以吃得挺開心的 頗有特色的東西 吃完這個午飯之後 其實都很飽 就 去廣州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 很舊的 導遊介紹 我們怎樣走法 大概走兩天 兩個小時 那些動物說太熱了 休息 很多動物都在這個動物園消失 可能在休息 去完這個廣州動物園之後 就是我們去永慶坊 這是西關大少的地方 很多舊式的建築物 要走一兩天都會走完 慢慢走 可惜 我們去到微微雨 下了大概 一個小時後 就下大雨 被逼 被滯留在永慶坊 這個永慶坊 我記得是值得游的 其實一兩個小時都走完 有時間自己會來一來 出去看看 久日的笑顏停在心裡 我已太盡難住去 每個時光為並肩 都成為夢新鮮 清晨如 夢斷沾流走 錯過的愛情滋留 歲月悠悠改變不了 遺憾變成了驕傲 往事如煙 飄散在風裡 心裡的痛 誰會知 回頭望去 染去 歲月 輕輕流過去 舊時的 回憶一筆劃 淚水悄悄落月下 心底的話 無人說 只剩下 空白晴 空白晴 世界如生 就這樣撒散 心中遺憾 何處去 何處去 錯過的愛 靠回憶 何時能再遇見 往事如煙 飄散在風裡 心裡的痛 誰會知 回憶 好大雨 所以被困在這裏 去完這個永慶坊之後就吃晚飯 吃這個 楊盛夜茶 月韻點心 芙蓉雞宴 這裏 也是OK的 也是很特色的 適合我們中國人吃的 幾百元團費 享受到這些晚餐都不錯 吃完晚飯之後 我們就入住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的名字就叫做 希爾頓 寬頻酒店 乾淨的 口身正 睡醒就 吃這個自助早餐 有這個海帶 有些冷盤 酸奶 有些熱芬 芽粉麵飯 粥 麵包 有這個西餅 生果 番茄仔 西瓜 這個 番薯 粟米 菜 還有一些飯 有飲品 豆漿 奶茶 咖啡 吃完早餐 出發去廣東千古城 這個新開的景點 人山人海 這個景點 如果跟著有團 只能看到表演 麻煩你進去 這個 裡面很漂亮 就好像 那些 我們看哈利波特 那些建築物 廣州 舊區的繁華 現在這條街 有很多特色的手信 食物 OK 我們可以看到 入到这个地方 它好像哈利波特感那些特色 有很多店铺 其实楼上都可以上去 都没有时间走 只是走马看花 走了一会儿 要进去看表演 觉得是有些可惜 应该逐一走去建筑的特色 我就拍一些外围相 和内部一小部分给大家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每天 每天 每夜 演出很值得去看 《千古情》的演出 我偷拍了一些片段给大家看看 大行歌 廣东千古情 《千古情》 午餐这间池可如串 就家吃挖根山 鸳鸯鸡 和市汁蒸鱼头 都很特别 都市必值得高 去完千古城之後,就去公仔街 公仔街有很多賣陶器 大家有興趣可以慢慢去參觀 公仔街,相信很多人都來過 值得來客行的 這個旅行團的性價比不錯 有一點的意見就是 如果兩天團,就應該關閣動物園和公仔街 等在永慶坊的時間會長一點 和千古城的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真的很多東西看 如果三天,就可以去公仔街和公仔街 或者不要廣州公仔街,去海洋公園會比較好些 因為說得動物園太舊 和沒有什麼動物體